各位老师好 各位师兄 师姐们 大家晚上好 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本人呀 自己呢有那个 膝蓋痛 而且红肿的 然后上下楼梯呢 都是很辛苦 要人家负责呀 手呢那个手指呢 也不能够弯气 有时候要拿锅要煮菜呢 都不能够 就是要叫我女儿 穿衣服也是很辛苦 这样了 后来从七月份 自从我参加了 这个长生学 现在呢我家里我女儿三个女儿 跟我四个人 都写长生学 在家他们帮我提了 慢慢的从七月份到现在 我现在呢就好了 而且脚跟呢看医生 医生说 你要动手术 不然你不能走路啊 因为很长的那个骨刺 但是我好害怕 因为我怕人家失手的时候 失败 我不能够走路就糟糕 所以我先请不要动手术 我就是用这个长生学 慢慢调 调好了现在已经好了 手指也能够 以前那个中医医生说是 弹指什么 弹弓指 弹弓指 都不能够这样 要用手帮他拉才能够指 然后脚跟呢也好了 现在我上下楼梯呢 都好像箭固如飞了 所以我深圳的非常感谢五位老师 能够把这个无价之宝传授给我们 所以我非常的感激 还有一个劣证 就是我妹妹 有一天她来到我家 突然间呢她说 哇我的肚子好痛啊 怎么办 平常呢就是查那个百树油啊 或者是那个冠金油啊 但是还是不能够 我还是很痛 后来她来来想到尝试些 我就放她调 大概有十五分钟这样啊 然后她说 啊怎么搞的 你越调越痛耶 后来她说 这个事有好转啊 有反应有好转 你不要怕 再调 调不久呢 我要上洗手间了 我不能够再忍了 她就上洗手间 后来她在洗手间又 挖挖叫的 糟糕啊 你看我放下来的是 好像那个黑墨水 我们用了一些毛笔的 我进去看 为什么这样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是糟糕 我用长生鞋这样帮她调 是不是错还是怎样 但是不久她出来 我说不要怕不要怕 你出来 然后出来 她坐下来 我又慢慢跟她 聊安慰她 她说好了喽 我的肚子到现在了 有一个多月 她打电话说 哇你的长生鞋很好 明年你跟我报名哦 不要忘记啊 我要参加 韦本来帮你毁动 现在有毁动的好了 所以非常感谢 韦老师 还有我们的 诗水的藏长 翁先生 翁太太 还有诗子的 诗姐 诗修们 非常感谢他们 时常能够指引 教导我 今天才能够把我你们 来参加这个 高齐方的 这个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 韦老师 最后我祝大家 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也祝福 韦老师 身体健康 永远能够当代我们 好不好 韦老师 好 谢谢韦老师 谢谢大家